領培現在變成零線之後 市友人大家查不到 斬斬賣賣 是這樣的人現在都不知道 我應該查清楚 其中一個很大的美國的公司 叫做CAPITAL 其實老實說 大陸佬可能有份都不明白 或者大陸佬叫做CAPITAL去做都行 這些事情 就是完全沒有交代的 林鄭領培去到領培 而領培的生意越做越大 是做了地產商 為什麼這樣都行 我賭我的人頭 一定有大陸資本在 因為領培向大陸投資 和萬科合作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是公開的秘密 是吧 我又認為林鄭 口輕輕 又說三座大三迷路人 一一就已經出了禍 等於曾蔭權當年說 雷曼債見應該是債見 立即被人打 為什麼呢 怪得最多的是中藝十三行 林鄭說她沒有份 所以她無能為力 是完全在政治上面 是在被責任 你上一手做錯了的事 如果你認為要改 你是不能改的嗎 就像鄭又說 因為我上一手做錯了 我沒有簽見 我這樣就行了 什麼人來的 現在官場術 我沒有份做 所以就算是水深火熱 麻煩你們這些人先 因為我沒有份 如果我要出手去改的時候 我碰到我老闆的老闆 即是共產黨的資本 我一定不會做 我就已經去找了中審庭 就問她我當日2005年 我跟她去中審庭打官司的紀錄 看看政府的當事到底說過什麼 到底會不會構成一個琴利期望 現在有實況 我問了中審庭 過了很久 我要中審庭說給我聽 到底是不見了陸陰帶 還是不給 給就都過不了 我會繼續追的 我亦都 幫人死了 鄭若說搞成功 你怎麼向鄭若說投訴 我去馬道扭吧 馬道扭吧